你先回家 妈 我公司有事 我先回去了 这么着急要走啊 经理刚给我打电话了 一会儿你自己回去 路上小心啊 你要有事你就先走吧 杜大夫 我先走了 再见 现在可以叫我杜叔叔了吗 杜叔叔 小心 我先走了 再见 路头 别忘了我们这个约定 我知道 再见 小心啊 爸爸要回办公室去一趟 让雅丽 让雅丽阿姨送你回病房 小心 爸 我妈呢 好 喂 妈 你在哪儿呢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在公司呢 真的在公司吗 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现在了 你有什么事吗 你到医院来吧 我想你陪着我 一晚上没见着我 就想妈妈了 你在我身边 我还能安心一点 好好好 我这段事情马上就处理完了 我这就过去啊 再见 谢谢 经理 经理 这 卢头 这两位警察找你 怎么了 你与康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专利技术道歉案有关 这个案件呢 现在有了新的线索 希望你能配合调查 配合 可是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 我现在没有什么可配合的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你掌握了一部分材料 希望你能交出来 帮助我们尽快破案 我没有 我没有什么资料 你要搞清楚啊 我们到这儿来找你 并不是跟你商量什么 而是你必须 把你所知道的 和你所掌握的材料 如实地交给我们 卢头小姐 你应该知道 任何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 并实施求是的提供线索 否则的话 你是会受到处罚的 卢头 好好配合 没事的 可是 可是 我真的没有 我们既然找到你 说明我们 已经掌握了大部分切实的情况 你要是想撒谎 只会害人害己 明白吗 妈 从现在起 你都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告诉妈妈 到底怎么了 刚才我听路通接了一个电话 好像是由警察找他 而且我还听到了你们公司的名字 你看你这孩子 真爱胡思乱想 快上床躺了 别累着了 妈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记不记得那些天 他在餐厅说的那些话 而且那时候他来我们家 说要报警把你抓去坐牢 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了 反正今天我求了他 他也答应我不会计较任何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出尔反尔啊 小心 你为妈妈的事去求路通了 妈妈有你就不害怕了 我知道的都说了 就是这些情况 你可千万不要有所隐忍哪 万一被我们查出来的话 那你可就是包庇罪呀 我知道 作为证人呢 你必须和我牵出一份保密信 任何你这个案子相关的一切 你都不能告诉当事人 或者当事人相关的 你都不能提错 这个明白吗 明白 那你们是不是要抓陈锦芳啊 我们用我们办了程序 这一点不方便讨论 同志能不能再等半个月 陈锦芳的女儿得了白血病 正在医院里等着手术呢 你们要是这时候把她给抓走了 她女儿肯定受不了的 我求求你们了 帮帮忙办好不好 这事关人命啊 你说什么呢 再等半个月 今天她女儿生病 我们等半个月 明天她父母要生病 我们再等半个月 照你这么个等法下去 那我们这案子还要不要半个月 那你们这样也太冷血了呀 说什么呢 是 陈锦芳她做错了事 她作假诈骗 她栽赃陷害损人力竭 在你们眼里 她就是个坏人 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她也是一个好妈妈 她为了她自己的女儿 可以牺牲自己的所有一切 现在她女儿就躺在医院里 等着手术她 我想这个时候 她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妈妈 你们要是把陈锦芳抓去了 她女儿怎么办 你们办案也讲讲人情 我求求你们帮帮忙好不好 好 这个事我们也做不了主 不过呢 你说的这个情况 我会向领导反应的 好 但是 我不敢保证一定可以 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来了 好 来了 病人和供者的身体参数 非常符合手术标准 我看啊 明天就可以安排手术了 太好了 小心 明天你又可以做手术了 卢桃啊 回去把这消息告诉你妈妈 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雅丽阿姨没有来吗 她心脏不舒服 我没让她来 那怎么不看医生啊 她不愿意去 怕花钱 我都劝了她很多次了 她就是不听 就这么行的 要不一会儿 我和你一块回去看看你妈妈 要是病情严重的话 我建议 还是要到医院来看看 您要是能去真是太好了 我真是男妈妈没办法了 您的话呀 她是最愿意听的 爸爸 我想跟你一起去 行吗 妈 那要问问刘大夫同不同意 刘医生 我今天再给您请半天假 行吗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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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啊 妈 你看谁来了 小新 陈总 杜大夫 你们怎么都来了 听说你不舒服 小新一定要来看 我们也跟她来了 没打扰吧 不打扰 不打扰 来来来 快进来快进来 好 小新 来 好 好好 来 啊 这 这是石头 是小童的弟弟 啊 是 大陆的儿子 你就直接说我是私生子 不就完了吗 不 她就这样 坐吧 坐吧 来来来 快坐快坐 看你 怎么是心眼不通这一顺 家里都没准备 我去给你们倒茶 不用了 雅丽 老豆是给你检查身体的 听说怎么说啊 你心脏不好 这点小事还麻烦你呢 我这是老毛病了 没事 还是看看吧 那 那就留下来吃吃饭吧 吃完饭了再检查 吃饭正好有菜 小新啊 你可是好久没有吃雅丽阿姨给你做的菜了吧 杜叔叔 杜叔叔 难得来一趟 就留下吧 那好吧 我们就不客气了 妈 我去洗菜 小心 聊聊天 我去 去 我和路童一起弄 回头啊 你找什么 好 厨房在哪儿 就在哪儿 来 豆太师快走 好好好 小心点 坐下啊 有味道 我好 你心里瞧不起我 我也是一两句话跟你解释不清楚 公司的有些事 也是生育中的正常现象 哪个商人没有自己的目的 可你也不能 算了 不说了 我想大家今天好好吃一顿饭 不想闹得都不开心 我也不想说这件事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我不怕别人怎么看我 也不怕这件事被查出来 既然敢做就敢认 我唯一担心的 就是小夕 她不会接受 有一个诈骗犯的妈妈 更好看 她现在还生着病 我们不说这些了好吗 大家好好吃顿饭 好 不说了 好好吃一顿饭 有些事 我不方便跟你说 但是现在的状况比你想象的严重很多 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来 这是小夕最爱吃的 别忙了做这么多 快坐快坐 妈 师父说她不饿不吃了 我她吃饭留着菜了 来 坐下 给陈瑜打电话了吗 打了 她在值班不回来了 那咱们就开始吧 都别客气啊 快吃 小心 快吃啊 今天在做的 我算年龄最大的了 我先起个头 说两句 好 我们两家人啊 二十多年来 经历了许多 曲折 误会 今天呢 能坐在一起 我感到非常的高速 我希望 从这一刻起 把我们每个人 得到 互相的体谅 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关爱 中国有句俗语 叫做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既然进了一家门 那从此以后啊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来 为我们一家人 先干一杯 雅琳 我敬你们一遍 以前的事 对不住了 不说以前的事了 都过去了 今天啊 是个高兴的日子 这过日子 都得向前看 好 来 雅琪 对对对 好 坐 雅琪啊 今天你最应该进的 就是你压力 哦 从今天起 你应该叫妈妈了 叫不惯就算了 没事没事 叫阿姨叫妈妈都一样 别为男孩子了 快吃菜 来来来吃菜吃菜 小心 妈妈 妈 妈 你也是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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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这一天 我亲你们了 谢谢你的声音 养养 谢谢你的声音 好 还有你 姐姐 有你这样一个姐姐 我真高兴 我真的是寻白相同 还有 还有 谢谢你 等我们把身体养好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为父母们做点事 让他们更幸福 虽然我们错过了很多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来拥补 对了 我今天特意把照相机带来了 我们照一张全家福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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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想吃 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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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什么 我 怎么了 难过吗 妈 你心里是不是有一点难过 我没有啊 妈没有难过 挺好的 真的吗 真的 妈妈 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人 谁都不能代替你 我知道 妈知道 以后妈妈不在你身边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要去哪儿啊 我不去哪儿 你不是要进隔离仓了吗 妈妈也不能陪着你 所以 你要自己照顾自己 那我们可以每天打电话呀 对对对 当然 打电话了 打电话了 好了 你早点睡吧 明天原白雾一早就饿了 妈 妈 你呢 妈妈回趟家 拿点东西 好睡一觉啊 闭上眼睛 这边房产证哪儿去呀 这个房产证哪儿去呀 你这是干什么呢 你等会儿 我一口对你说 这么晚了把我叫回来 出什么事了吧 余谷 这是很大的三笔存款 还有基金 是干净的钱 我用小新的名字存的 我想让他出国时候用 你一定要收好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这是咱们家 过去的房子房产账 如果把这房子没收了 你和小新 就可以搬到那儿去住 朋友 这是你的工资卡 这么多年的钱和奖金 我一分钱都没有动 这是你的财产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姐爸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已经签好字了 你就跟他们说 我们早就协议离婚 姐爸 只有到明证局办手续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好吗 我可能要坐牢 坐牢 公司在查我的账 还有外面的业务往来 我和那州里人有过节 他抓住这机会 一定会让我坐牢的 我咨询过历史 像我这种情况 要没收非法阻断 至少坐五年的牢 我不想让你和小新的生活 失去保证 这些信 你一定要收好 怎么会是这样 小新的病刚刚有所后转 你真要出事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要是有办法就好了 又这么严重了 不就是经济问题吗 你可以去自首 不 钱 我们不要了 我们都退了 我是想去自首 可我想等小新做完手术再说 我怕她接受不了这位打击 怎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不过 对不起 我当初没有听不懂 验在咱们夫妻一场 万一 我在小新做手术之前被抓 你千万要帮我瞒住她 不能让她知道 不能让她知道 她有这样一个男人 她有这样一个男人 小冬啊 嗯 小冬你听见没有啊 小新她喊我妈妈呢 她还喊你姐姐了 妈 你都念叨一整晚了 快睡觉吧 杜医生说你明天还要做身体检查呢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小新她会认我这个妈妈 妈 小冬啊 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杜小新呢是我的妹妹 是你的另外一个女儿 她今天跟我们相认了 是不是 是啊是啊 那我们可以睡觉了吗 来睡觉睡觉 睡觉 大陆啊 你听见了没有 小新她喊我妈妈了 大任我了 大任我了 你们都来了 大礼大欢迎咱天天见到 这重要的时刻 我必须在你旁边给你加油 快快快 坐坐 坐坐 喜欢吗 好漂亮啊 我带上给你们看看 好看吗 很酷 小新 静无尽仓啊 第一不是要做化疗 把那些啊 坏细胞都杀死了 你要有个心情准备 会很难受 放心吧 爸爸早就告诉我了 都知道 以后啊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来看你 到时候你不能嫌犯 不会 我还是老回去 全心全意你都想欣赏 小新啊 这是我从庙里求来的 来 带着它 咱俗平啊 谢谢 但是这个我好像不能带进去 有医生说 要等消完毒才能带 那交给爸爸 消毒以后 爸爸让护士给你送进去 还有点儿时间 小新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妈妈全满足 妈 那天我们一起拍的全家福 带安了吗 我忘了忘了 带来了 我还放在金块里 在车上呢 你着急给我们帮忙来 你去拿啊 我去吧 要不我去吧 这种跑走的事交给我吧 没关系 我去吧 好 车在停车场 哎 我知道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对 路腾怎么还没回来 可能不知道车在哪儿 我去看看吧 陈宇 等等 还是我去吧 你在这儿陪小新 妈 你别走 还是我去吧 还是我去吧 陆同找不着在哪儿 还是我去吧 妈 一会儿进来 没关系 没关系 你 没有关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负责任 谢谢你们没有在我女儿面前招募 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他们一会儿就上来了 就是 我们现在去准备一下 马上就可以进去了 妈 小心 妈 小心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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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阿姨 为什么要搞出这种事了 为什么呀你 我 陈日 杜叔叔 你怎么来了 杜叔叔 杜叔叔 你 你来了谁看着小心呢 夏琳 你赶紧跟我回医院去 小心似活不肯进隔离层 肩绝要出院 这孩子 他这不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吗 他 他是不愿意接受 陆同的骨髓 我怎么说都不行啊 陈日 你看 你姐夫阿姨的事 你能不能想办法 先把它保释出来 现在只有他能受动小心啊 我知道 但是现在连探视都不行 我真的经历了 现在你满意了吧 你算是讨回了你自己有的清白了 这个结果眼上了你 你这不是害人吗你 妈 妈 好了好了 这样吧 我们先回医院 先把小新闻住再说 对 走吧 我先开始吧 我也去 爸爸 爸爸 鼠林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朋友啊 原来你一直把鼠林当成是一个朋友 枉飞鼠林这样一心一意地跟着你 原来你心一意地跟着你 根本就没有熟了 心来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明明就是熟林 单念她不成 不甘心 非常一纸四分 喂 什么 我做错什么了让你们这么讨厌我 我们没讨厌您 是您讨厌我吧 那你躲着我干吗呀 我是个瘟神啊 我确实是个瘟神 爸爸给我开家长会 结果死在回来的路上 封刚对我那么好 被我折腾得远走他想 你就不用说了 到现在还恨我吧 这回又轮到小心了 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不对啊 这不像您这一身正气的人说的话呀 您说的不是永远都是正确的 确实挺紫色的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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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你要听话 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你这样 你妈会更担心她 我要去见我妈 小心 现在不可以贪视 没有办法 但是警方也有话让我们带给你 他让你一定要做手术 我不做手术 我不要他的不随 他答应过我的 可是 我再也不会相信他 小心啊 你答应过你妈吗 爸爸 带我回家 我妈如果没有消息 我绝对不会做手术 我妈妈呢 她得小心加照顾小心呢 你说小心回家了 这怎么办呀 她还是不肯手术 不肯接收化疗 这样不行的 她身体扛不住的 她绝脾气上来的时候 石头牛都拉不住她 我们谁劝都没有用 杜叔叔就先让她回家了 稳定住情绪再说吧 那我去劝劝她 你去不等于是火上浇油吗 难道我们眼睛睁看着杜小兴她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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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你也在怪我 你也觉得是我让秦景峰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你 我有什么办法 我能怎么办呀 如果我说的算的话 我会拿我妹妹的心理 来开玩笑吗 所有人都在拜我 我是个坏人 我能将仇 把我心为手拉醒了吧 我现在就只说了 要是杜小兴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把我的命配给她 卢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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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律是吗 是我 我们现在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您看能不能帮帮忙 在公安局和公司方面 沟通一下 公司的损失 我们全部赔偿 那就麻烦你了 好 谢谢 小兴 小兴 你 小兴 你这是干吗 我能打开 爸爸 小兴 小兴 你这是干什么 一般你没帮我买的包包 都拿出来 小兴 你听爸爸说 我又租那么大的房子 我们把房子全都卖了 小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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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啊 你还想不想把你妈妈救出来 你只有照顾好你自己 不要让我再担心你 你要听刘主任的话 回医院去接受化疗 好吗 我不 我不做手术 我不做化疗 我不回医院 小兴 你得好好活着 才能等到你妈妈出来 听话 我觉过你接受她的血液 留在我的身体里 我胆受 小兴 小兴 孩子是在气筒上 一时是无法受痛的 警方的案子呀 太突然了 孩子呢 没办法接受 我咱询过 刘主任的意见 如果病人不配合的话 是根本无法完成手术的 我们再等等看吧 我相信她会想通的 杜叔叔 小童 妈 小童 你 你怎么来了 赶紧走 小心她受不了刺激 妈 你就让我劝劝小心吧 你赶紧走吧 妈 妈 小心今天呢 情绪不太好 你看是不是 杜叔叔 妈妈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你骗了我 你说过你不会计较以前的事情 可是你私下来就去找警察 把我妈妈抓走 我知道你一直都恨她 你第一次来我们家就是在这 你指着我妈说她坐牢坐定了